苦参的功效与作用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高锦成 陕西省中医医院药剂科主管中药师 苦参是临床经常使用的一种中药 苦参为肚科植物苦参的干燥根 具有清热造湿、沙虫、利尿等功效 临床多用于治疗热烈、便血、黄蛋、尿毒 吃白带下、阴种、阴痒、湿疹、湿疹、皮肤搔痒 戒险麻风、外置低虫性阴道炎 在临床使用时要注意 本品有小毒、用量不易过大 中毒后会出现流险 物法不整、呼吸、脉搏急促、惊觉 最后因呼吸停止死亡 临床上多用于治疗湿热下粒、黄胆、吃白带下、阴不搔痒等 常于黄白、龙岛草等合用 用于周身疯痒、戒疮完显、长河、赤勺、地黄、白显皮等同用 用于麻风、常于大疯子等同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